我感觉是我们选的一些阵容在团战上面的处理还需要加强吧 要把就是之前的问题解决吧 然后我感觉打BLG还是能赢的 BLG下路我觉得这个季后赛打的蛮好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进攻的能力也非常强 我觉得是在 对线上面要注意一下吧 感谢大家来苏州支持我们嘛 然后虽然 很遗憾输掉比赛 但是我觉得 败州总母会重新打回来 下场比赛我们要面对EDG 我觉得阿乐在季后赛和产国赛的表情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现在也是二战上的胆打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就是去打好我们自己的 然后不要去有太大的压力 正常玩游戏我们就是很有机会赢 只差一步我们就能去MSL 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是最难的一步吧 也是我们 最需要去迈过的这一步 所以 我们还是要 去相信我们自己 然后以最大的努力去面对这场比赛 然后不要轻敌不要有 失误 比起对先打爆对面 我觉得人游戏才是最好的狠话 所以说我们要赢下你们 列纳塔也还可以 列纳塔比起布隆更主动一点 就他的这个铁弯镜盒要更主动一点 这样两边阵容选完 其实从阵容面上来讲 EDG的这个阵容是当前版本比较追求的这种 就是中野有节奏 很主流 我要是这个中野很强 然后包括下路这个组合也好 控制链接的好 就现在这个比赛里只要你小技能控制链接的足够紧密 这把泰坦加厄飞流失的强度是 没勾到强了 被Q到了 这样要开W点到半血了 而且因为自己有守护者 这一勾勾得很精准 勾到了 但自己的血量也不好 两边一击换血 双方辅助都下到了半血左右 上路 反击风暴 控制抵消 又被跳展上来A了两到三下 再A一下吸了不灭 来中 卡诗也直接绕下来 这个位置在等自己的下一个猪头 还有12秒 走上来了 没有Q的 这个位置疯疯魅惑一下 但阿卡丽开了烟雾弹 还是要打闪的 绕的 主要你不能被打出印记 打出印记就要出问题 你从下半区 卡三刀 罪名这边没A出去呢 就自己快被打死了 侠这边交一个进化 力不差一刀的平A 奥克也没有闪现A这一下 奥克选择交闪往后走 给了一个及时救难 奥克这边及时救难站起来 能不能换到人头 猴子先拿到一血 后续的二打三 薰顶在前面 练到他的Q空掉了 薰差一下平A没扣 最后是被小兵给换掉 下路的兵线也是一滴这边更好 而对于B1技来说 如果硬要接的话 要中下两线亏点线来 龙已经被打到了一个半血左右 牙膏也过来 寻顶过来 魅惑空掉了 牙膏直接R起手 烟雾弹给龙的视野追利夫 利夫有闪的直接闪上去 牙膏按着按上去 打果子打下来了 哦呀对我把利夫直接扎到龙坑里了 哇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利夫闪完自己 哎红刀Q到 那个红刀Q会自动平A 对他自动标记下去了 猴子很强啊 只要猴子不减死 站队力很够 看到魅惑交流的一瞬间 牙膏直接上前 啊红刀的Q 自动标记 红刀的Q没办法 感觉这种剑 哎看阿兵被炸回去 有闪现的 开大招 猴子直接弹到天空卷起来 阿兵往草里交闪卡 视野再跳闪 不过猴子二对三天空等着他 九筒也留了一个E技能 不过下半就二打二线杀了 厄飞流四已经倒在了地上 哇感觉 来看一下 哦都没闪吗 对他就走过去 一个闪现Q 闪现Q 是的一个闪现Q 现在中间 直到你人可能在里面的 哎不走了 忍不了 没闪现 生六生六 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就是他也有点感觉啊 耐心的猎人能等到自己的猎物吗 看一下E技能先减速往前追着 哎 霞这边还有倒勾的 那还是 如果厄飞流四不肥 这把团战一定就不好打 但是上路又来抓了 阿兵是有闪现的 来看一下阿乐这个大招 马上就转好的情况下怎么去留 选择了跳远走 而且有tp来保 没过交的有点早了 没留技能吧 对 没留到技能 轩直接Q过来 看到了野斐两个人 这个时候轩手里有大招的 但是没有选择出手 这波看一下阿乐有没有想法 狗上来再吃到了魅惑 第一时间顶带了前面牙膏 直接选择过去切波波 大招交完猴子进场 大闹天空的效果很好 艾奥克这边交完闪现 被打成了僵尸形态 最后直接被秒掉 但阿卡丽进场也切死了猴子 厄飞流四这波伤害 给的很足 最后的一个营业QA 是拿到了两个人头 正面的先手 除了猪妹大招以外 其他都很疲软 循这边直接拱下来 侧面 贾克斯绕后了 大招直接开出来 恶意收获收获的还可以 但太坦大反手给的也很好 就切利物 利物这边一手飞轮 打出贾克斯闪现 隔墙的Q空了 但要被龙喷死了 小龙直接喷死了利物 注写一个Q闪 牙膏二段R 利物被切死 但这个时候狭上不来 所以上面的高高锁住了 复活起来又换一个 正面 比奥金有点想开 有TP 正面先被反开了 勾到了艾奥克 艾奥克这个位置 大招差一点点 艾奥克直接被融化了 而且星虎眼睛 撒完昂也要倒 虽然利物这边自己被切 现在有个狂风还在拖时间 利物这边能操作吗 被挂了一个损舞 损舞回去阿卡丽拿到了这个头 双方打成了一波 一换三哦 狐狸在正面 直接完成了一个三杀 双C发育都补足了 两边基本就是一个 互拼 互兔后排吧 这一勾 直接勾到艾奥克 太关键了 而且剩下的两个控制 泰坦大跟猴子大都是鸡飞 他也没办法 标击只能选择131分带 高高这边把塔带了 想溜 阿乐想追一下 下一个肉带冲击好了 再打一套 但自己毕竟是个肉桶子 伤害稍微低了一点 昂也来接了 再往前走有危险 是的 意识到不标 这三个人也要打满球了 直接放弃面向了 但这样一来 同样的另一个半区 在围剿贾克斯 三个方向过来 海克斯闪 贾克斯从下面走 没勾到 跳兵 这给他走了 而且正面队友打大龙了 阿卡丽直接踢 狐狸在赶 猴子在赶 好在想打大龙速度没那么快 但好像也有点来不及 凤凤这边是电刑 没法换惩戒的 凤凤直接进去想找机会 就懂扎个大 龙要被标记惩掉了 而且薰这边是有闪的 正面这边 狭被逼了大招 一个儿家道工直接勾住 给一个大招还想反打 孙武挂中了狐狸 三个人 谁先上去 都不想交这个闪 猴子开大招 真得闪了 这样三个闪交完 一勾 勾到猪 大招给霞 霞这边没有交大 先是顶了一下大招 阿卡丽进去了 阿菲流斯的位置还不错 薰已经死了 阿卡丽R直接走 正面阿兵开一个反击风暴 晕晕住两个人 霞这边在打伤害了 凤凤直接被打一个闪现 侧面这边九筒 再一下阿兵两边拉开 0换1 直到三分之一 是 阿尔克这个位置 有大招的 铁丸镜和劲道 道口勾完 九筒扛不住了 而且恶意收购 来了 直接拿中塔 利物还是交了进化 交完进化 被反击棒晕住 正面美国这边被闪现 S 阿尔克这边向前的闪现 大招交 交完之后被压了 邱惠宁的起身 自己该要死了 这波失误了 那个大招交方向不对 而且要 而且EDG这个控制链太好了 先看这波塔下 这波觉得打大 三个人唯欧一个 而且这个收购收购到了厄飞流斯 是让他们决定再打一波的原因 流到人了 这个时候就该交大了 对 大交完了 吃的太多伤害了 对的 那个塔没A到塔 就该交这个大了 感觉 不能让对面的泰坦 和狐狸先落位 先打泰坦 被打零了 泰坦这边开一个盾 不会死 而且ELK要被逼出大招了 狐狸还有一段R 不敢往前顶恶意收购 被收购了 边边脚脚被顶了 夫妇被秒了 贾克斯拿到这个头 而且正面好像还要再追击吗 只能卖输了 含泪卖输 死一次就可以卖了呀 这种比赛里你死一次 你还想再跌起来 那对面得多给机会啊 这个时候对标记是非常难受的 阿勒走到脸上了 大招炸 正好没勾到 牙膏这边开了个中下 躲了个魅惑 侧面朱梅大直接给到了九头 而且铁玩净盒也不错 恶意收购收购了三个 这一波标记是要拉开的 而且有点乌龙吧 炸开正好勾没勾到 知道你没大了 想要直接来打大龙 逼你过来打团 右边的大招还是有霞 一勾没勾到 反击方法跳上去 直接选择晕完 打出没勾的一个闪现 但四季也没打残了 而且正面猴子进场先败一套 牙膏在侧面被魅惑到了 牙膏在烟雾蛋里 没有人能跟伤害 再等阿菲琉斯的助灵结束 两边拉扯了一下 起来上明显 EDG是更好的地方 而且猴子这个时候 已经下路过准备去打龙了 又一勾勾到了薰 一个大招给到霞 闪这边大招也交出来 跟太太兰兑换 薰交一个闪现 两边还在拉扯 没有人阵亡 有机会抓这个大龙 主要是DLG状态确实不太行 而且薰现在还在慢慢回血中 美奥站在里面一勾 直接勾到了艾奥克 那是被计划给解开了 艾奥克这里一顿输出 先把美奥给击杀 但龙被打掉了 而且这个魅惩和菲琉斯 满身飞轮 应该只能放对面走了 阿斌还没有被发现 勾 勾到了猪 回神给大 霞这边用大挡掉了太坦大 但是被勾到的猪 好像活不下来了 恶意收获的角度有点好 但第一时间没人跟伤害 美奥先倒了 两边野斧对话牙膏进去 这些亲自动手 三个闪现 被俄非六四一枪暴击之间A死 二划二 风波这边还有一个大招 美奥又美奥到了 但是有反击风暴 贾格子直接跳队友回来 两边AD的状态都非常好 但这个时候双方的大招都已经交掉了 左边是有打野的 但是他们顶着标记打这个龙也有困难 阿斌想顾忌重施 先跳到下面 被人家感到看见了 狭盗勾 抢不到 阿斌跳进去 铁玩几盒拉了个甲猴 阿斌有块表 表结束之后利物的枪太好了 利物这边手里飞轮满手交闪现 秀死两个人 那水龙魂拿到 再一个一闪 昂这边也是交出自己的闪现 风波的大招快好了 大招好了直接追 一段RJ撞两下撞死了 这个AD皇城PK毕竟狭手太短了 这波还是蛮有机会一波的 主要酒痛这边TP也快好 复活过来应该是能直接TP下来的 自己还有一个水龙魂 这样先把中路一路破掉 看一下EDG的选择 想保着利物直接推了 交了一个TP 推基地 先拿一个防御塔 牙膏这边被魅惑 永双也被击杀 那这样我们要 恭喜EDG 1比1 颁平比分 这一把 在解决了上一局的一个对位问题之后 先看看 这次我来打托吧 打托吧 这次我来打托吧 这次我来打托吧 就让你打托吧 这次我来打托吧 我们打托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